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自内心的愉悦 可以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也可以是落日大海交相辉映的浪漫 或是一人一车一杯咖啡的独处时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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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是当代都市愤青的生活必需品 无论是赶早高峰的工作日 还是暖阳晒进窗帘的假日清晨 都习惯用一杯咖啡来唤醒熬夜的身躯 简单地买一杯咖啡容易 但缺少了慢下来细细体会 从咖啡豆磨成粉末 再从粉末与水交融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谁又会有时间停留 去品味咖啡原始的那一抹唇香呢 你为什么喜欢美式吗 确实我发现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美式的味道 因为一开始它刚入口的时候感觉还是很苦涩 但喝酒了以后确实能品味到它厚掉那种 珍贵的甘甜的感觉 很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啊 总是先苦后甜的 其实也很像我们今天这一台阿维塔妖妖一样 接触它时间越久 就会被它雕塑般的线条 还有前面的科技配置所吸引 夜已继日的奔波 就是为了找寻生活更多的美好 不该为了快节奏的生活 从而迷失自己 不慌不忙 叫上好友一起喝着咖啡 聊着没有顾虑的天 吃着点心一起做喜欢的事 放慢节奏去感受生活 好 谢谢观看